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夜间起来 带着两个妻子 两个使女 并十一个儿子 都过了雅伯渡口 先打发他们过河 又打发所有的都过去 只剩下雅各一人 有一个人来和她摔跤 直到黎明 那人见自己胜不过她 就将她的大腿窝摸了一把 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 那人说 天黎明了 容我去吧 雅各说 你不给我祝福 我就不容你去 那人说 你名叫什么 他说 我名叫雅各 那人说 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 要叫以色列 因为你与神 与人教力都得了圣 雅各问他说 请将你的名告诉我 那人说 何必问我的名 于是在那里给雅各祝福 雅各便给那地方起名叫比鲁伊勒 以色说 我面对面见了神 我的性命仁得保全 日头刚出来的时候 雅各经过比鲁伊勒 他的大腿就瘸了 故此 以色列人不吃大腿窝的筋 直到今日 因为那人摸了雅各大腿窝的筋 反思 雅各一生都在抓 他的名字就是抓 他欺骗了自己的哥哥 最后给自己的舅舅欺骗了 现在他要回到耶和华赐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地 可是他必须面对自己的身份和处理内心的混乱 所以神显明自己来对付他 雅各却和他摔跤 我们很多时候也和神摔跤 辩论 埋怨 不要对自己要的事执着 而是要对神要成就的事执着 让神来改变你 给你一个新的名字 新的身份 一 面对自己 生命的突破 从面对自己开始 雅各的大腿瘸了 他才愿意降服 从那一刻开始 神给了他一个新的名字 就是以色列 意思为与上帝角力者 他将成为帝国的一代 他如果早一点降服 可能就不会瘸腿 诚实地面对自己的问题 才能得到神要给你的祝福 二 抓住祝福 雅各说 你不给我祝福 我就不容你去 他一生都在抓 但这一次他抓对了 他不是抓自己的名利 而是要得到神给的祝福 我们也要积极地得到神要给我们的好处 不要忘了 这一切都是来祝福更多的人 三 让神抓住 最后 雅各的心终于被神抓住了 一个一生在为自己抓的人 与神摔跤后 就被神抓住了 他后来明白了这个经历 就把地方取为皮努依乐 意思就是神之面 因为他遇见了却没有死 神会抵挡骄傲的人 食恩给谦卑的人 今天就让你的心被神抓住吧 让我们一起祷告 主啊 帮助我愿意降服在你的话语 饶恕我的一切过犯 和没有马上回应的态度 我再一次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 奉耶稣的名 阿们